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我是Y叔 这是一种很神奇的虫子 它练就了一身轻功,能在水上行走 它的名字叫做水敏 水敏属半吃木昆虫,敏春科 它们跟臭春象是远房亲戚 水敏平时生活在河流、湖泊或者小溪的水面 以落入水中的小虫子为食 有时候甚至能捕捉一些小新鱼类 这家伙在水里相当灵活 移动速度很快 我们把它抓到岸上来看看 果然,它在岸上就不行了 行动变得相当迟缓 看来它的主战场还是要在水里 我们用慢动作来看看水敏是如何在水上行走的 可以看到,水敏前面两条腿很短 完全是靠后面四条腿向后拨动 靠反作用力向前推进 这个力道很强 甚至能把水敏飘向空中 那水敏是靠什么飘浮在水面的呢? 我猜测它身上应该会有很多输水的钢毛 利用水的表面张力让它浮在水面上 我们把水敏按进水里 果然,它身上是不清水的 身体周围包裹了一层空气 放开,它就瞬间又浮上来了 身上没有沾染一点水 接下来,我们把水敏放到显温镜下面 来看看它身上到底是不是有许多输水的钢毛 看到了吗? 我猜的没错 一身金黄色的毛 我们进一步放大它的腿 哇,腿毛也是非常多 难怪水敏只需要用腿就能在水面轻松行走了 据说只要破坏水的表面张力 比如在水里放一点中性洗涤剂 就能让水敏沉入水底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超过一万 就马上安排上让水敏沉入水底的视频 最后来看看它的刺吸湿口气 这玩意儿能刺进猎物体内 吸食其体液 看着就相当猛 丢一只蟑螂给它们吃